大家好,我是孫韻,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吃粥,吃飯,看今晚 先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普普通通,起碼給大家預期的表現有點失望 因為今天港股成美股大升高開,高開二百多點之後就無以為計,反覆回軟 一度跌幾十點,最後全日跌幅輕輕收窄了,但都要跌 全日要跌六點,收26284點,成交1165億 早段能夠做好就多得騰訊,其中一隻都有逆市上升 加上港交所有的升,內銀普遍都向好,大眾市就升 只不過本地的金融股,以至國際金融股就表現一般的 包括有邦,下跌1.2% 跑輸大市,恆生的跌勢都是比較大的,令到市今天不能夠報收 好了,整個市形勢,點提過幾個字 就是吃粥,吃飯,看今晚為甚麼呢 主要是今年的港股這樣走,明天會怎樣走呢 就好像今晚,今晚這兩件事,有兩件事大家要留意 第一件事,當然是美股的表現 剛才提過,昨晚美股表現非常西非里 看到這個圖,點數也是很驚人的 升到1300點,走勢也是挺帥氣的 因為呢,之前這個交易就起一起,24681點 考驗不夠鏈的6月的低位,24680點 只差一點而已,差一點就起一起 前浪底支持就真的出現支持了,大幅反彈 當日已經彈上了25400點 雖然重要節彈,低位來說是彈了非常多 最近的交易日子,昨晚再升1300點 如果認識陰陽足圖的朋友,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很強勁的早晨之星的走勢 早晨之星,就是一支陰燭,一支星體,再加一支大陽足 很強勁的,美股單看的早晨之星是非常強勁的 但是呢,不能夠持續呢,所以吃足吃飯看今晚呢 大家看看今晚呢,就知道美股的走勢是怎樣的 一來,因為美股強勁上升之外呢 你看到其他的避險資產呢,就不是全部都馬上回軟的 金是回軟了,美元,美匯指數是回軟了 但是你看到美國十名期國債知識,跟剛才的圖看一看 咦,他有沒有出現的早晨之星,一支大陰燭,一支星體 但是今天呢,只不過呢,一個就是陀螺仔的狀況 顯示呢,聲勢比美股來說是弱的 換言之,就沒有大陽足出現,比美股聲勢弱 知識弱,換言之,大家的避險情緒仍然在這裏 這可能呢,就對美股來說是一個考驗 加上呢,美股自己本身的走勢 見到了,記憶呢,就逼近呢,其實200天線呢 就在這裏表現不到,但是很近200天線 更加近呢,250天線在這裏,這裏是藍色線 200天線就是27200左右,都是差幾百點左右 以往幾百點都很難到的,現在這陣子見美股這樣 就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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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是26,775點,以至26,890點 這就是這天做出的下跌熱口,下跌熱口是阻力 所以今晚,盜瓊斯指數能否克服第一,避險情緒仍然在 這十年期國際知識看了出來 另一個克服的是下跌熱口阻力 以至二百五十天和二百天線,兩條線都很接近 交集成的阻力區能否突破呢 這就是關鍵所在,所以大家要留意 吃足吃飯,看今晚這個第一個要看 第二個要看,就是看市場今晚G7的聊天 談出來的看法 今晚7時,G7就會通過電話會議 很罕見的,G7就是七大工業國 通過電話來談談,如何應對疫情 這當然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究竟會怎樣呢,這就是很關鍵 因為這兩三天,環球央行政府都出了很多招數 去刺激經濟,以抵抗疫情的疫情 抵抗疫情的疫情 先是上星期五,聯署局主席已經鬆了口 就覺得,表明了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之前很硬的,不肯減息 現在可能減息的可能性大 而市場人士,也普遍預期在三月會議的減息 三月中旬很快 就快到三月會議,甚至之前 不用登陸開會議已經減了 有這樣的預期 有普遍預期在三月會議的減息 有些預期到減50點子 全年今年減了75點子 大家預期美國會做些事 與此同時,其他國家都一直在做事 譬如今天有澳洲減息 馬來西亞也減息 至於日本宣佈了 會注資五千億日元 加入金融機構 拉加德支持歐央行的腦頂 昨晚也說了 已經準備好 所以就會採取適當的措施 和針對性的措施 換言之減息 都是寬鬆貨幣的方向走 大家已經說了 很多央行 剛才聽到的 日本政府,歐央行 香港以至聯儲局 加上西亞的澳洲和馬來西亞都做了 其實在一起的行動 可能性很大 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看到亞洲的股市 今天也不能再維持升勢 先來看日本 日本今天說是高開的威水 但是突然出現大陰燭 還跟之前的陽燭 形成烏魂蓋頂的走勢 一般 與此同時,中資股表現 以至內地股市表現 都是跟美股的升勢 相比之下失息 而且也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剛才提到的 全球央行、政府的行動 看到這就是上意數 考驗 或者挑戰 下降軌 馬上下降 50天線 就突而復失 國記指數也是 逼近200 下降軌 以至逼近200天線 這個看不到 逼近200天線 就是105多 就馬上回軟 準確一點 就顯示 又是高位阻力 顯示 亞洲市場 對於這麼多措施 就不太好買單 為什麼呢 可能要等到今晚 剛才說的7點鐘的會議 究竟這七國 工業局 會不會 聯合聲明 以至真的宣佈 聯合減息 以至一起推出 這些財政政策 有些崩水 央行又崩水 政府又崩水 去對抗疫情 大家正在等待這件事 今晚7點鐘開會 大家留意著 如果真的 有聯合央行 又做事 政府又做事 可能今晚的情況 就好些 如果反之 避免出這種情況 今晚就比較頭赤 大家要小心些 恆生指數 這兩天就升上頭肩底的頸線 好像破解了一個淡勢 如果今晚 不太觸碰 就在講G7點鐘 就吃足了 可能要下來 再考驗 就低位了 如果當然G7很厲害 抽出很多招數 那就撞別論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請大家 請… 好… 好… rah… 感谢观看